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大家好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复查 我是张正 我们今天讲福建 这是离台湾很近 对 我们叫敏月 敏月系列 敏就是福建的简称 月就是吴月的月 为什么叫敏月呢 因为福建也是月人的故地 就古代百月的一个分支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先插开讲古月的历史 就是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吴国跟月国吗 那个勾建不是代表月国吗 最后就是卧行长胆的勾建 对 那么吴国跟月国是 后来这个月国是被楚国打败了 被楚国打败以后 那么这个月人的后代往哪里跑呢 往南边跑 就往福建跑 就往福建跑 对 那后来秦国的力量 把楚国打败了 所以再有些人 楚国的也往福建 楚国人也是往福建 江西跟湖南跑 就是基本上都是往山里跑 这个原则就是跟北方的 这个所谓的草原民族往南打 然后中国的文化力量往南下 是一脉相承的一个道理 所以基本上到了汉代以后 就没有吴越的概念了 就出现一个百越 也就是我们讲百越的时候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汉代才出来的 也就是整个东南山区 从浙江福建 广东 广西 甚至到云南那一带 都遍布着百越 然后在百越当中又产生了什么 南越 国 欧越 米越 还有越南的越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 对不对 越南的越 落越 后来以这个交织为中心 形成今天的东京 就是越南的东京 然后等到嘉庆年间的时候 越南那个是阮朝 阮朝他跟嘉庆跟清朝之间 建立一个所谓的一个国际体系的时候 他说我的名字打算叫南越 然后嘉庆帝说不行 不同意 对 他说南越不对 他说因为南越国 当年在广东有个南越国 他说南越那个越 已经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了 在文化上已经被我们大清国纳进去了 那你是在越的南边 你不是南越 所以你叫越南 好 这个国家弱 就是连名字都不能自己去 那么讲这个敏越 也是这个越的体系的一部分 但是敏越当中 我觉得让我们今天的听众 最重要的部分 就要理解这个敏越的 独特的地理构造 就是它的山 实在是太多了 一山接一山 完全是没有尽头 福建是被称为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这么一个省份 对 他有80%的山 10%的水跟10%的田 那么这个田就是沿海边的一些小平原 包括什么厦门 泉州 漳州 福州也是小平原 还有这个新化就是莆田 有四个平原 这是它的平原结构 那么除了这个10%不到的平原之外 全部是山 山里就是河有河 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 这个福建的山跟河的结构 才能够明白福建的历史和文化是如何展开的 我因此就觉得说 当我在看福建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通常讲福建什么闽南 闽北 对不对 用南北来形容 这个很常见 我后来就在网络上发现一种说法 他说用南北来形容 其实不精准 因为你无法理解到福建这个独特的地理构造 所以他们比较借用山民跟海民 我觉得很好 我听起来这样是不错的 对 我也觉得突然豁然开朗 我就赶快去用这个角度去重新看福建 或者说我们重新讲闽南 闽北 闽东 其实根本就没有把山算进去 都在直讲海边 对 其实他讲闽北和闽东有一点点山了 但是我觉得用东跟西 并没有把福建的特质呈现出来 所以用山跟海是最明显 福建就是由山跟海构成的 主要是山 我们就看到福建的山 它的特点是什么 是从东北到西南斜斜的走向当中 有两个重要山脉 一个是跟江西跟浙江交界的武夷山 这个我们也有学 武夷山我们都知道 武夷山是越人的圣山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武夷山就是越人的圣山 武夷山里面有很多玄关 因为越人的墓葬 是把人的尸体放到棺木当中去埋葬的 所以你今天挖掘武夷山里面 古代的墓葬 它的棺木都是船型的 都是船型的 真的 好 我说这样的 那就好像长白山是满洲人的圣山 也是金正恩的圣山 也是朝鲜人的圣山 对 那么五夷山就是 五夷山是福建这边最高的 最高的 对 也是越人的圣山 这个毫无疑问 然后五夷山我们很清楚 它是很长的 一直作为交界 但福建中间还有一些山 这个山来我们看地图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旧风山 然后戴云山 戴茂山 然后博平岭 就是它有很多山构成的 也是跟五夷山平行的山 基本是平行的 对 那这两个山平行中间就有些河流 所以它基本上说 我们要记住 就是整个福建 就是有这两个比较偏重裂的山来构成的 这个山真的是大山贤祖 然后生活在里面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么这个山也是阻挡中国力量 入侵的最重要的一个防护 如果要从陆路入侵的话 就要真的翻山越岭 对 确实很困难 但是你中国力量 通常还是只好翻山越岭 比如说像秦汉时期 都是翻山越岭来的 海上力量基本上就是从海洋走 所以我看到历史当中 比如说像沟建的后代 它从浙江沿海 就是杭州那边 和绍兴那边 它失败以后 它怎么走 它坐船沿着温州 然后到今天的福州那一带 你看它是走海路的 比较快 不见得快 应该还是快的 比较好走 对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它的文化 但是中国来的势力 都是从北边的 东北跟西南的山边去走 翻越山 你看南明也是这样一路爬 也是海边这样一路爬 南明也是从海边走 对 然后这个山路有多难走 我们可以形容 我们看清朝的描写 清朝是他说 他说福建的同志 也记载说 清朝军机处的 所有发出的重要的公文 他说移到了福建的界内以后 无论是规定是说 是八百里夹击还是六百里夹击 一律变成三百里夹击 他说每昼夜盖行三百里 就一天只能行三百里 就是快递变成慢递 这个概念 打折 打折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山路难走 这是清代 我们觉得 好那你清代好像你很落后 我们现在现代化以后 我们是很方便 对不对 那我给你讲故事 90年代 一个我们的一个朋友 坐火车 从武昌往厦门去 那时候1967年的福建 是通了第一条铁路 就是从江西的鹰潭 然后穿过福建的群山 到达厦门 叫鹰下铁路 那个是那么晚才通的 1967年才通 为什么才通呢 要打台湾 要武统台湾 那我们怎么就已经学过 鹰下铁路 还是我们那时候就已经知道 我们也知道你打通铁路了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学的 但是鹰下铁路早期 最早就有规划 但真正的通车 是1967年才通车 好那我看 那是1967年通车 然后90年代 就有这个学生 福建的学生 去武汉读书 要回家 他坐火车怎么走呢 就回厦门怎么走呢 他就是先从武昌坐火车 先到南昌 南昌 然后到鹰潭 从鹰潭就转到鹰下铁路线 他说他从武昌到鹰潭 是走六小时 然后从鹰潭开始走 穿过武夷山 跟福建的其他山 到厦门的18个小时 所以火车在这边也开比较慢 火车根本开不动 然后你来看路线 火车完全是沿着福建山区点的河流走的 就是如果没有河流 所以就不是走直线了 对 他如果没有河流帮你开到的话 你根本无法穿越山洞 这就是福建地形的可怕之处 那今天为止 这个福建已经修了一些高速公路 跟高速铁路了 那基本上技术能力是可以穿过这个武夷山了 但是即便如此 我是觉得你想完全克服这个福建的这样一个 多山的地理特点 然后真正把福建的那个里面特质挖出来的话 我都觉得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要理解福建 古代的历史跟发展 其实也无法摆脱它的那个地理结构 其实不要比较好 那些山在那边你硬穿过去 像台湾的中横南横 那你穿过去了可以 你穿过去三天 三天之后就倒了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要 比较台湾的中横南横要真的要穿过去吗 我觉得这是个疑问 对 就是我的意思是不见得要穿过去 是是是 应该尊重这个山在这边比你待得久 是是是 OK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讲一下这个福建的地理 是跟山西的地理进行一次比较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 我们回来比较一下福建跟山西 我们来比一下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我的独特 复查最喜欢的山西 对 我的独特发想 因为我在看中国的地理时候 我才发现说 我觉得可以把福建跟山西一起比 可是我们一般读者绝对想象不到说 要把这两个地方一起比 我觉得一起比的原因在于说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非常相对封闭 相对独立运作的一个地理板块 可以这么说 而且大小也蛮像的 大小也蛮像的 因为山西是一个高原 被称为表里河山 它的周边是被黄河绕一圈围起来的 然后黄河里边就是山 所以山西是被包在山中间的一个若干小盆地 中间一条河叫做坟河 对不对 然后北边是向内亚开放的一个路线 草原线 我们之前讲过山西 就是内亚线实际是山西重要的物资线 观念运输线 然后也是军事力量进来的一条路线 是很重要的 然后南边的部分就被山包住了 两边就被山包住了 虽然它也是都有通路了 可是总而言之 它是很独立的 我们之前讲过说山西的地理 主导了中国的历史 对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下去要改成福建是什么呢 我之前讲过说 江西的地理 然后保存了中国的文化 福建的地理保存了中国的文化 好像有点道理 但我就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有道理 所以我就想不到下去 只有下去 那我们来看福建 我觉得江西如果是表里河山的话 那福建就可以是表里海山 海山 对 更厉害 更厉害 它那边是一个开放的海洋 对不对 然后这边全是山 全包起来的 然后基本上外边的江西 然后浙江广东 你想进入福建都很难 而且就是 你要想象一个更大的福建概念 就是说 像福建北边的浙江的温州那一带 其实山都连在一起的 就是你把它画成一个大福建 它其实也是合理的 那之所以为什么没有被画成大福建 我觉得可能是跟中国力量很早 就进入到浙江那一带为主有关 就是它那边就是 很快的从平原就往山里渗透 因此就形成一个边界 这个边界当然是 就是基本上早到一定程度就做不下去了 然后那边就归你福建了 大致是这个 我觉得是这个逻辑关系 然后这个福建是表里海山 地形的比较 对 然后我们看到山西所承接的是一个草原的文明跟秩序 它很早就承接这个东西了 但福建是很晚承接另外一种文明 海洋来的 对海洋的 福建的海洋文明大致是从唐代以后 我这讲大致了 因为事实上我看考古发展当中 就是很早沿海的这些居民就有活动 对而且泉州那边很多阿博人 那是宋代以后 所以更早 那是宋代以后 唐代 因为我们讲那个开张圣王 就是漳州的开张鼻祖 他是从唐朝的时期从北方来的一个人 还是从北方来的 对从北方来的 所以他被称为 他被当地人当成开张圣王 好 那我们看就是说 这个山西是跟内亚去连接 然后福建是跟海洋连接 然后山西的衰落 我觉得唐代都还是山西的重要的一个时代 然后等到真的就我觉得到了近代以后了 山西才真的衰落 但是我们看近代以来的福建就沿海而崛起 就一路往上 对一路往上 所以因为福建成绩的是海洋文化跟海洋秩序 同样那泯商跟所谓的这个晋商的差别也是不同的 泯商我们看他都是往东南亚走 对不对 都变成海外华人了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山西商人呢 晋商呢就不是海外华人 就已经没落了 对啊就没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其实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然后因为福建他是靠海的嘛 所以他变成那个山区的所有的中国势力 想要进来的话都一定要先穿过这个山 那我就看一下这个山到底怎么穿的了 我就看了一下秦朝 基本上以秦始皇跟汉武帝为主 这两个最喜欢动用武力的中国型的皇帝 就是不放弃武力 对他们不放弃武力 对承诺不放弃武力 这是谁说的 不承诺放弃武力 好你看那个秦朝是有平定所谓的百岳了 平定以后呢 他名义上设了一个叫闽中郡 闽中郡就在福建的中部 就是福州那一带设一个郡 但是学者都说那个郡就是徒有其名了 因为基本上说就好像看不到任何的资料记载 也就是说他把百岳给打了一遍之后呢 他就回去了 立个背说这边是我的 对就他就回去了 其实说明他力量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福建的地方吗 汉武帝实在稍微好一点点 那有很多学者研究汉武帝的路线是怎么安排的 你会看到很清楚 就是福建的最北方最重要的一条河叫闽江 闽江好像一个树一样 他这个福州是他其实快入海口的地方吗 那个树干的那个分支的地方叫南平 南平是哪里呢 南平就是这个下面有个地方 就是郑成功的老家 闽平郡王 那个闽平的那一带 就是应该讲说 南平的下面有一个地方叫闽平 但他今天归南平市管辖 但是古代就是闽平郡王的那个地带 所以这个从南平开始 这个闽江呢 上面有四五个支流 分别往浙江走 然后往这个往浙江 往江西方向流 往北流 或者是往东边 往广东那边流 那像树一样 就像分成四国支沙 大榕树 对像个榕树一样 然后在四国支沙当中 上面布满了很多城镇 这个城镇呢 其实就是古代的中国力量 然后从北边 从那个上游地方 沿着西流南下 进攻福建的重要的通道 这就是汉武帝的通道 所以有学者研究出说 这些通道有多少 那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 对于这个福建的地理一定不熟 比如我讲三明在哪里 大家可能是没有概念 对不对 比如说像我们讲 建阳在哪里 武一山在哪里 其实不是很清楚 对不对 可是你要记住 就是我们讲这些城市 或者讲就是说在古代秦汉 甚至是宋之前的福建 那时候所谓的张州 泉州厦门根本就没有 就算有这个地名了 它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在唐代之前 那当时的福建呢 主要是在福跟建发展的 福就是福州 建就是建阳 福建是这样命名出来 对 福建是福州跟建阳 两个所谓的郡建 的第一个名字 何且叫福建 那你看建阳在哪里 就在北部的大山里边 所以是一个海一个山 对 一个海一个山 而且福建这个命名 是唐代人才命名的 第一次把两个行政区的 第一个字拿起来命名 并成一个神 对 然后这个命名后来就变成江苏 安徽 就后来就中国就学会了 这个之前福建 是唐代人先去命名的 对 所以你会看到 中国的这样的 这个入侵的这个结构 就是从北边的山去进入 而且你会看到 像元代马可波罗 这个去水在中国旅行时候 他从福州进到这个福建 他从杭州往福州走的时候 他也没有走海路 因为马可波罗总觉得 他是航海的 对不对 他也是选择山路 从浙江的山路 先进江西 从江西 从那个崇安 崇安就是今天的武夷山市 沿着这个西水 沿着河水 然后到了这个福州 而且像古代的这个 这些政权 在当地设立的郡县时候 他们的命名都很有趣 比如说今天这个建阳这个城市 现在叫蒲城 蒲是那个山林舍家 跟那个就是水边的意思 西汉这个蒲城叫汉兴 就是汉人的力量 在此兴起来了 汉兴 然后三国的孙权 吴统治他叫吴兴 唐朝统治叫唐兴 还好没有宋兴跟明兴 跟清兴 现在叫蒲城 就是叫建阳 那这个建阳也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古都 可是汉武帝他把这个打败之后 他就下了一个招令 他说这个地方狭窄多祖 敏越又很蛮憨 而且他经常反复 不停管 所以他就要求把上面里面所有的贵族 全部迁移到今天的淮河一带 然后他说 所以他说敏越地就空虚了 就没人了 当然一定有人 有很多所谓的原住民在那边居住 而且他说冬越侠多祖 对 他这个越 冬越就是他整个 没有这个越指的不是广东 对我知道 就是整个大片的这个山林的地方 山地都叫 所以这边算是比较东边 东边的这个 其实这个冬越就指米越那个地带 所以你看中国的力量虽然已经进来了 可是他还是很难控制 很难管 对对对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回过头再去讲下一段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接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九点三十分到十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好 我们回来继续讲福建 我们上面一段讲到说福建在秦汉时期的 中国力量的入侵跟殖民 我们知道说到了宋代的时候 其实福建已经完全纳入到整个南宋的管辖之下了 因为先是北宋 北宋就把福建当时的一些敏越国 五代时期形成的一些国家 像包括南唐的李玉 南唐 他是在南京建立立政权 然后敏越有一个王室政权 他们都基本都是从北方来的人 在当地建立的政权 所以汉文化已经基本上进来 可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到本地之后 他们都伴随了一个本地化 就很像国民党到台湾之后 他也不得不去做本土化的一个动作 那么他们都有这个过程 但是可能下一步新的力量又来了 所以等到北宋的力量再崛起之后 到发展到南宋时期 整个北宋的政治精英的核心 就搬到了南方了 就搬到了南宋的杭州了 离福建就更近了 所以那时候福建就出现一种 我觉得是蛮明显的 所谓的中国化的一个象征 最典型的就反映在科举考试的名单上 我们之前有讲过一次 今天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上次是讲江西的科技 我们觉得江西怎么考那么多进士 福建更厉害 美国学者汉学家贾智阳 他曾经统计过说 两宋时期的进士有28,933名 结果福建就占了24.7% 我占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有7,144名福建 然后第二名是浙江 浙江有48,58名 第三名是江西 3861名 这是宋代 那等到明代的时期呢 福建就降低了 他是排到全国的第五名 但是还是很厉害了 你看我想说 为什么就是宋代的福建的考证进士那么多 原因何在 都是前段班 你就原因何在 原因何在 因为山里面好读书吧 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北方的战乱 然后导致是南方相对稳定 就福建相对稳定 对就是山里好读书的概念 对然后呢 又有很多所谓的北方大族 往南迁移 对往南迁移 所以我在想说 是不是这个因素 导致他们就变成就很爱读书 但我今天没有答案 我只是先拿出这个数字来看 所以朱熹 到南宋的朱熹 他就很感慨了 他说 其非天旋地转 闽浙返为天地之中 他感慨说 天哪 他说你们原来中原是核心呢 是中间呢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天旋地转 闽跟浙 就是福建跟浙江发生成为天地之中 他自己是江西人 他不开心这个 对 因为福建超过江西 他其实朱熹虽然是江西人 但是朱熹的生命当中 重要的活动跟他成长的地方 都在福建 朱熹 朱熹是物源人 就是今天上摇那一代 那上摇是什么地方 上摇就是武夷山的北边 我们知道武夷山的构造 武夷山 我还没去过武夷山 但我地图上Google过 武夷山从江西看武夷山 是很高的从就是拔地而起的那个山脉 就起来了 从福建看呢 就是很多山脉构成 有点像河北人看太行山一样 对对对对 或者说四川人看这个西岭 康藏高原 对对对 就这个感觉 所以其实朱熹呢 是这个江西的上摇人 那就离武夷山很近了 然后他呢 从他的父母那一代呢 就是从上摇里面穿过 我们刚才讲的 当年汉武帝跟秦始皇的路线 就到了福建的这个闽江的上游 一直下去 所以这个朱熹是出生在 今天的这个福建的三明市的游溪县 这个游溪就是闽江一个支流 他根本就是出生在福建 对他出生在福建 然后他后面整个做官 然后整个大部分时间都在福建 然后他的讲学 也基本在福建跟山西之间穿越五一山 偶尔去的是湖南 江西湖南 所以你看朱熹期你可以说他是福建人 是没错的 那么除了朱熹之外 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福建的人 其实我其实之前也没想到他是福建人 就是刘勇 刘勇那个宋慈的这个 晚鱼派的这个骑手叫刘勇 对不对 学雨淋淋的这个人嘛 他也福建人 而且他福建哪里 是福建重安人 重安是哪里呢 重安就是五一山 重安是五一山 重安就是今天的五一山市 那个五一山市 今天我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 那五一山市真的里面充满了非常多的什么牌坊 然后那种什么文庙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很汉文化的建筑 而且五一山市也是最早的 就是汉武帝时期 曾经在攻打这个南越 就是广东的南越国 他攻打的时候 他也想攻打这个福建的这个敏越 当时敏越跟南越之间也有些外交的冲突 所以当时这个敏越王呢 就是他的这个兄弟两个人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这个敏越的概念 表面上是个国家 背后是一个很封建的一个部落联盟体 也就是他哥哥跟弟弟各有各的地盘 很像我们八旗一样 就是你有你的势力 我有我的势力 我们合起来共同作战 所以汉武帝就利用了他们这种制度 就是挑拨他们的关系 所以那个弟弟就把哥哥杀了 杀之后呢 弟弟说那好了 那这个敏越以我老大了 对不对 因为我哥的一个弟弟的朋友干掉了 而且我是向你汉武帝效忠 汉武帝就说 好啊 但是我还是不能封你为敏越王 他就封了第三个封建筑为敏越王 然后他就很不高兴 不高兴就抗争 后来汉武帝就只好又封他为什么东越王之类的 所以你看可见就是整个这个果然汉武帝说 你有这个地方真难搞 赶快把你们的钱签到怀和留意算了 然后平原比较看得到 平原比较看到 果然山里面很难管 对 就是可见这个福建这个地方 就是在今天武夷山的那个核心的武夷山市 还有什么建阳啊 这种地方 当年是三大印刷中心 明代时期的福建的建阳都是三大印刷中心 出版中心 所以如果是出版中心的话 他的那个爱读书的 一定多吗 相对 对不对 写书的也多 然后这个卖书也多 书店也多 所以总而言之 就是你想象不到福建的大山里面 竟然藏了这么多的文化 而且是比较有中国文化的代表 可以这样讲 这我觉得就是福建的名人 还有比如说李刚 李刚就是这个南宋抗金的那个名将李刚 是福建的少武人 少武在哪里呢 也是闽江上游通道江西的那个一个 我今天讲这个小地方 当年的少武都是重要的驻兵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还有什么建阳的宋词 他是一个法医学的著作家 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很多都是跟那个文化都在福建发生 包括那个俄湖之会 俄湖之会就是理学跟心学的抗争 对不对 陆九渊跟朱熹之间进行大编证的地方 那个俄湖在哪里呢 就是武夷山边上的那个地方 今天处于江西馆 这都是没有注意到的山明的部分 山地福建的部分 对 所以我们必须说就是我们今天看福建 总觉得福建就是张州 泉州 我还以为那里面都在种茶 都是很穷苦 所以大家都跑到福州 张州这边来 没错没错没错 连福州都不如张泉 都不如南边好 对不对 可是在至少唐代以前 从汉到唐到宋 这个时间当中 整个的这个文化中心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其实山明的部分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想象不到吧 对这样讲讲应该去看看 我也是很想去看 因为我很想去武夷山看一下 都是崇山峻岭 然后可是也有平原 然后还可以有书院 还可以嘟嘟书 然后那个崇山峻里面 因为它有大河相通 然后你知道大河那个闽江行舟 划船 不是它应该是大的那个船只 一直可以到上游的武夷山市 你今天的武夷山市里面 从那边坐船可以一直到福州 到你的海边去 对我现在看你这个地图的那个支流 就是闽江的支流 其实还真的是密密码码 而且看起来是有一些宽度的 是没错 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理解 从地理上去理解这个福建 尤其理解山眠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讲海眠 海眠 拜拜 拜拜